嗨,大家我是楊 这集我要讲波尔是怎么推翻卢瑟福的行星系统模型的 如果你喜欢量子力学或者是科学的朋友 一定要按赞订阅这个频道 1885年10月7日波尔出生于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在哪里?在丹麦 波尔同时也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 他父亲呢,克里斯汀·波尔 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 他的母亲呢,是一名犹太的富少 从小就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 波尔爱好足球 曾经和他的弟弟哈纳德·波尔一起参加足球的职业比赛 经过童年的累积 波尔的足球天分在学生的时代时候就被发掘了出来 并被召入当时丹麦的豪门球队 阿卡德·米斯克足球俱乐部当守门员 并随队多次出战 在足球尚未成为世界潮流的时期 这次聚乐部几乎很少人他卖 在1913年到1967年之间 他们共夺了9次的冠军 作为早期主力门将的波尔 可见他实力一般 那你会说他运动这么牛 那功课应该就不怎么样了 其实刚好相反 波尔小时候呢就极其追求完美 他坚定的将大胆而严谨进行到底 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说的 有一次他在上美术课的当中 老师就说 同学们把自己的家给画出来吧 波尔画着就画着 就举手跟老师说 老师我要回家 老师就问呢 为什么要回家 他回答说 老师 我实在是记不清楚 我家里到底有几根柱子 我一定要把他每一根每根给画出来 你看他是多么的追求完美 不仅如此 刚上小学的时候 他就公开的向老师指出 诶 老师你这个教材有错误 一度弄得场面十分的尴尬 后来老师表示 这个学生教不得教不得了 秉持着一根筋的精神 波尔在物语领域简直是如鱼得水 1903年18岁的波尔 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的 数学系跟自然系 但是他是主修物理系 1907年波尔有关水面表例的论文 获得皇家学会文学院的奖章 并于先后在1909年和1911年 分别以电子金属论文 获得哥本哈根廷大学的 科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毕业之后想要研究电子要找谁 当然是找JJ汤姆斯的电子支付 他研究JJ汤姆斯的原子布丁模型 发现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于是第一次见面就拿出偶像的论文 用深色的英文指出 这里面有些错误的地方 JJ汤姆斯四年前才获得诺贝尔物影奖 德高望重 完全看不懂这个波尔到底是什么操作 一度场面显得有点尴尬 但是天真的波尔却没有发现这点 临走时还不忘JJ汤姆斯帮忙看一下自己的论文 希望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位的刊物上 当然JJ汤姆斯没有鸟他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出社会之后要怎么与人相处 即使你很强 你很厉害 就算你是对的 你也要给人家台阶下 或者是讲话委婉一点 所以波尔这样搞 JJ汤姆斯当然没有鸟他 更没有收他为徒 几个月后波尔就到曼策斯特大学 参加了曼策斯特大学 以卢瑟福集团为首的科学集团 波尔跟卢瑟福讲说 JJ汤姆斯没有鸟他 卢瑟福哈没关系没关系 爸你来我这吧 来我带你来学习 于是波尔当了卢瑟福的小弟之后 就被卢瑟福的模型给吸引住了 我在这里说的小弟不是真的小弟 就是学生的意思 但是按照经典理论 也就是当时经典物理学界 第四个未解之谜 原子的稳定性问题 当电子做绕核运动的时候 它会释放能量 轨道会慢慢越变越小 最后会掉到原子核当中 但是这些情形都没有发生 不就好好的在那里吗 由于波尔在博士期间 曾经研究过电子 他开始思考 如何让电子镶嵌在原子当中 让原子稳定 1912年 波尔考察了金属中电子的运动 他明显意识到经典理论当中 微观现象的不足 后来他想到普朗克跟爱因斯坦 在电子理论引入了量子说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把普朗克的量子说 波尔跟鲁瑟福的原子核模型的概念结了起来 在1912年的夏天 波尔的模型理论已经有了出行 他写了一份文件给自己的老师说 为了让原子能够稳定 必须引入量子的概念 在1913年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 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原子模型 波尔提出了波尔模型 他的波尔模型是这样解释的 在波尔模型当中 他提出第一个假设就是定态假设 就是你的电子只能在固定的轨道运行 所以电子在绕合的途中 并不会辐射出电磁波 这个定态也就是能级 第二个假设就是能级跃迁的假设 当电子从一个能级跃迁到另一个能级值 电子必须吸收能量或者是放出能量 比如说能级1到2 你必须吸收足够的能量才能从1到2 反之如果你释放能量就会从2到1 然后N越大也就是越往外面能量越高 波尔模型成功解释氢原子光谱 他的计算值和实验值稳合 但是你把波尔的模型推广到多电子原子值 即使只有两个电子的氦原子 计算结果和光谱时间相差甚远 而且他也只能解释氢原子和类氢原子 说明这个模型还不完美 虽然波尔的模型能解释氢原子 他也只能解释一个电子的氢原子 为了解决问题 索莫菲推出椭圆轨道 后人称为波尔索莫菲模型 索莫菲把圆的轨道改成椭圆 那你会说把圆改成椭圆有什么意义 我刚刚不是说波尔的轨道 等于123加上索莫菲的轿量值L 还有磁量值M 虽然这个波尔索莫菲模型可以解释多个电子 但是人缺少一个实验来验证 下集我要讲人们是怎么做时间验证 这个波尔索莫菲模型的 但是其实这个实验有点尴尬 以为已经验证了波尔索莫菲模型 但是其实发现一个可怕的东西 那就是自选 讲到自选大家都兴奋的起来了吧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订阅 拜拜我们下集见